习近平六次批示致不了秦陵别墅李克强三年搞不定一个证明。 看众国2018年8月8日讯看众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习近平最近作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秦陵北陆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当局罕见动用中纪委高规格的工作组进驻。此次专享整治涉及11个违建项目,目前当地的别墅地盘均已停工。 不过陆媒披露,习近平近年已先后六次批示政治,却不见成效。 中共政令不出中南海顾及再次引起关注。此前李克强也被爆开50次会放管服原地转圈,三年搞不定一个证明。 秦陵规建别墅厉害。 习近平曾六次批示动不了综合媒体。 8月8日报道,秦陵北陆为规建别墅问题专享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 7月30日在西安召开担任中央派驻专享整治工作组组组长的中央纪委副书记徐令议。 在会上强调秦陵北陆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反映的是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批示之事。 不坚决、不扎实、不到位的严重问题,既包括政治上的问题,也包括行政业务上的问题。 澎湃新闻报道指出,习近平最近作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秦陵北陆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并派出高规格的工作组进驻。 此次专享整治涉及11个违规建项目,目前当地的别墅地盘均已停工。 高规格的工作组除了徐令义之外,还包括中央纪委巴士主任陈章勇任中央派驻专享整治工作组副组长。 目前,西安市已成立57个清查小组,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清查。 财经杂志指,此次专享整治设11个违建项目,长安区9个互议区2个为2014年没有整改到位的违建项目。 7月初,长安,护议,周志等秦陵区域内的所有在建工程全部叫停,准备接受政府核查。 7月底,西安市政府开始拆除秦陵被怒的违建别墅,包括长安区龙花谷寺、护议区、西安院子等。 不过在长安区新栏湾却遇到阻力,一栋别墅拆了5天还没拆完,但附近一座违规庙宇,三两天就拆除干净。 在护议区市井镇蔡加坡村也有类似情况,一栋花费4年时间建成的别墅,占地20余亩,村名称别墅主人曾任西安市党政系统要职。 而据陕西日报报道,原来近年来习近平已先后六次对秦陵北陆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和秦陵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过重要批示之事,却不见成效。 秦陵被历代帝王尊位华夏文明的龙脉,早在2014年,中国央视及调查报道了西安秦陵保护区内暗藏27栋别墅, 之后中国媒体连续报道西安秦陵北陆存在大量违法建筑,分布在秦陵北陆5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对植被河河流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台媒政令不出中南海就并不依中央社报道指出,这一方面是地方官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是中央的强大压力,秦陵别墅专项拆除行动凸显了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困境。 近日照中共中央发出一锤定因定于一尊的要求和维护细核心权威的表忠之声, 但各地政府很多时候依旧怀着天高皇帝院的侥幸心理,口头上说着定于一尊的政治表态落实到行动层面还是以地方利益和个人政绩为考量。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博异和撕裂且不说还面临着利益集团的割爱。 报道认为,面对这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中央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有效对策其实并不多。 此次,中央派出中纪委副书记亲自坐镇指挥拆围,表明中央对地方的怠惰和软性抵抗极为不满。 此前外界分析认为,政令不出中南海一直是中共政坛9并不一的顽疾。 在胡温执政时代,中共中央政府的政令不通,时常受到抵制。 习近平和李克强也正面临着与其前任相似的难题。 直到最近的2018年1月15日,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 他仍在强调确保政令畅通。 李克强开50次会放管服原地转圈三年搞不定一个证明和习近平六次批示搞不定一个违建别墅问题。 类似,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遭遇更多难题。 在今年6月28日,李克强召开设及推动检证放权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再次就放管服提要求。 官媒曾报道,有关放管服因中共体制制约令李克强时常发怒,国务院过去五年开了50次会都解决不了这问题。 据中国网,今年2月11日报道,过去五年来,中共国务院召开了近200次常务会议,超过50次审议与放管服相关的议题。 报道说,李克强在2015年4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批评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仗来把关。 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同年4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再次狠批政策被卡现象,国务院领导常常半夜拿到特级文件立刻就批了,但有些部门地方的文件却经常在那里原地转圈。 李克强发怒道,不能让文件再在处长,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化圈了。 李克强被报时常因中共官员为官不畏,师为素餐,政令不通中南海等等问题发怒,甚至为此多次拍桌子。 新京报微信公号正式而2016年2月17日盘点了李克强六次因官员带正和政令不出中南海,开会时当场发怒。 另据中共官媒6月9日报道,6月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李克强批评,一些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互相提皮求逃避责任,结果就是折腾老百姓到处跑来跑去开证明。 必须下决心全面清理各类证明事项,不能再让老百姓为各证明东奔西跑了。 但这已是李克强连续三年频繁对这一事项提要求。 政令部通官员用审批权力以权谋私,历来是中共体制顾及之一。 《金华时报》时评评论员陈广将认为,这些大大小小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弹政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检证放权无异于割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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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